如果您在45歲以前有腰痛、下肺痛、屁股多關節疼痛 超過三個月以上 要到免疫風飾科醫師評估是否有僵持性脊椎炎的可能 僵持性脊椎炎的症狀如果長期忽略的話 群眾可能造成失能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可以保護你的關節 避免到失能程度 歡迎回到健康搞飛機現場 我是Jade 嗨我是小蜜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台中榮總 胡理芬院過敏免疫風飾科許伯爵醫師 大家好我是許伯爵許醫師 大家一定對這個科系很陌生對不對 Jade你知道這個科系在看什麼的嗎 當然知道我跟這個疾病共處了4年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我看你現在蠻正常的 就是正常嗎 我們等一下請醫師來說 為什麼我現在看起來可以很正常 我要請許醫師來講講看 什麼叫過敏免疫風飾科 過敏是三個科別 那三個科別分別是過敏 那過敏的話就是大家知道的 很多的過敏症狀都跟我們科有關係 比較常見就是食物過敏 有些人是藥物過敏 打了症之後呢 就是呼吸不過來 然後有些休克的症狀 那風飾的部分呢 就是一些 關節啊肌腱啊肌肉的疼痛 那會有一些 肺痛像是 脊椎關節炎 僵止性脊椎炎這一類的 也都算是風飾科整治的範圍 免疫的話呢就是像是 有些病人有先進性的免疫低下 或者是一些 免疫功能攻擊皮膚啊 或是其他內臟啊 像是紅白性狼瘡啊 跟造症啊 這些都是 過敏免疫風飾的範圍角度 有一個 機緣巧合之下 就是我媽就帶我去看了 這個風飾免疫科 我才知道 原來我有僵止性脊椎炎 僵止性脊椎炎的話 多半病人的表現就是 有一些病人會到 免疫症狀就是 病人會在休息的期間 或者是 躺著的時候 特別是早上起床的時候會覺得 腰很緊 很痠 甚至到很痛的情況 也有一些病人比較嚴重的會在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有 疼痛 然後沒辦法睡覺或是痛醒的狀況 這個是最典型的症狀 少部分的病人會有到 比如說上背的地方 或是脖子的地方 會有同類似的症狀 那有一些病人會影響到 手腳 手指頭 腳指頭 手腕 手肘 或者是 腳踝 膝蓋 這些的關節 會有腫痛 或是發炎的情況 那你那時候 忍了多久才去看著 我記得我是 高 高二高三的時候那時候不舒服 但我一直到大一才去看 對 正常的嗎 你的病症可以讓你忍一兩年 然後你可以忍受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疾病你只要多動 其實就 還好 那時候高中很好動 所以 只要多動 就會好嗎 對這個疾病的特色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跟JAY一樣 就是一開始會覺得這個症狀還好 就是活動一下會變舒緩 因為大部分的腰椎或者是腰部的肌肉拉傷 大部分就是 動到那個地方會痛 比方說你去運動啊 舉重啊 或者是做一些 搬一些狀物啊 閃到腰啊 就是腰在動某個姿勢的時候會痛 昨天睡一覺起來應該要好一點 但是僵子硬脊椎這類的反而是 睡著之後呢 早上起床的時候會特別痛 一去活動又痛 又還好 所以工作的時候反而 覺得 影響不大 只有休息的時候會稍微有影響 而且症狀一開始沒有到很痛 只是 緊緊的時候多半的病人會覺得 也許還好 可以忍受 對可以忍受 所以透過一兩年來就診是很常見的狀況 很多人 四五年甚至十年 被我們都有遇過 那可以去群醫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治療的過程會不會很繁瑣 有些病人如果出現疼痛的情況 止痛是一定必要的 因為疼痛會影響 高度影響病人的生活品質 那很多病人因為 擔心止痛藥會對他身體有影響 就寧願冷痛不吃藥 身為醫師的話是不太建議 另外就是這些疾病跟免疫系統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免疫調節藥物來 調整病人的免疫系統 讓他的免疫系統不要這麼經常 或者是 這麼嚴重的攻擊自己的身體的關節皮膚 或者是腰椎脊椎這些地方 讓這個發炎的狀況緩解 還是不能夠很好控制的情況下 目前還有像是生物製劑 一種新型態的藥物 那個在2000年之後才在台灣上市的 這個生物製劑的話目前有 增劑 有少部分恐怖的劑型 可以再進一步改善一些 傳統治療沒有辦法 很好控制的病友 那醫師我這邊有個問題想要為我們聽眾詢問一下 什麼叫做生物製劑 好生物製劑就是 跟我們傳統的 口服藥物 或是其他蒸雞的藥物比較不一樣 生物製劑是一種 蛋白質的製劑 那這種蛋白質的製劑呢 他 到我們身體裡面呢 主要就是要綜合我們身體裡面一些發炎的物質 那我們傳統 的這些 口服藥物呢 基本上就是 抑制我們的發炎 但是它是比較 類似全面性的 生物製劑的話就是 比較針對性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有一些 疾病呢 它的發炎過程有一些特別的 發炎物質 會 引起這個發炎的反應 如果可以用 專門針對這個發炎物質的話 就比較不會影響 其他的 對我們身體產生的 故作用 各個方面 影響比較小的情況之下 達到治療的目的 像以目前的生物製劑在 僵子性脊椎炎的 療效來說 經過 三個月的治療之後 會有六七成左右的患者 可以達到明顯的改善 那生物製劑好像 徐醫師剛有跟大家分享 是需要治廢 對嗎 生物製劑目前是有健保給付 不過健保給付的話 有一定的 門檻 病人一定要先用過一些 比較 傳統的 便宜的藥物 假設有效的話 就不用用到高貴的藥物 所以 用的還是沒有效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 還是證明說病人的 疾病程度很嚴重 才可以用到建法局部 你在門診案例中有類似的一些案例 讓印象深刻的嗎 像我有個病人就是 一個公司的主管 所以他的收入還算蠻穩定的 因為他 很喜歡收集球鞋 所以他常常會 穿球鞋來看門診 穿球鞋是他的興趣 說是要秀一下 賣了 不能一直放在家裡 但是他的腳 就是有腳跟腫痛的問題 因為僵子性脊椎炎的關係 所以僵子性脊椎炎不是只有背痛腰痛 有些人會 連手腳的關節 或是腳跟會腫痛 這樣腫痛他鞋就穿不下去 所以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 改善這個症狀 但是我們試了幾個月之後 還是沒有完全改善 腫痛還是存在 只是大痛跟小痛的差別 他就跟我說 醫生啊有沒有什麼 醫藥物可以讓我這個 趕快好 我想要這樣子 就算有自費也沒關係 所以那時候就提通他 自費生物事劑的選項 不過他用了之後效果也是蠻好的 就是他用完之後 打第一次的生物之計的時候 就已經有明顯的效果 第二次他就又換了一雙鞋子 覺得可以穿他的鞋子很開心 所以後來他陸續用了一陣子 就是反應都很不錯 那最後我們謝謝許醫師 各位觀眾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記得 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